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视视平台 在我回归25周年大会及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 在7月1日举行 市任特首李家超和他的星期班子宣誓就职 不过当中只有几名上任的处长官员 在得已过渡到新的班子 究竟香港过去25年里经历了些什么 而未来又会怎样发展 今天请来是三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 分别是有视视评论员陈森杰先生 你好 另外也是有视视评论员何感兴先生 你好 另外也是有视视评论员董达成先生 你好 大家观众好 另外也是很欢迎观众去到我们的网站 发表你们的意见 我们的网站是 www.fairchildtv.com 点击视视平台的图像 就可以在那里分享大家的看法 另外 关注也可以去到Facebook搜寻视视平台 在那里留言 先问Wallace 过去已经是25年 经历了四个特首 今次是第五任 你会怎样看 在过去25年 这么多位特首 哪一位令你印象较深刻 哪一位做得正较好 又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怎样看 其实我想 各界的行政长官 都有他的贡献 但也有被人批评的地方 但也是跟香港 即是回归之后 那个发展的阶段 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每一个特首 其实他们的角色 都是跟这个阶段 其实是 那个关系是物不可分的 譬如董建华 是第一任的特首的时候 基本上 当时就是好像想尽量去营造 或者保持一个 即是香港回归了之后 但其实跟回归前 基本上 那个分别 不会很大的 那种的状态 所以董建华 当时都是用一个 比较是亲和力 是尽量想去团结香港 但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 亚洲金融风暴 经济的问题 令到董建华 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曾蔭权的时候 就是一个 譬如说 公务员治港 跟着到梁振英 就开始会想 将一些比较 就是多一些 的中国的 一些的理念 摆下去 去到现在的林郑月娥 就是刚刚的 社任的林郑月娥 所以我觉得 都要看回 其实香港 一路的不同的阶段 去再想起 这几位特首的工作 Kendip 你是怎么看的 Kendip Ho 如果我纯粹从一个政府 希望人民的民生 一直有进步的话 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说 在四届特首来说 我就觉得董建华 在这方面来说 是主动一些的 其他的三届 似乎都是属于一些被动 他是反映式 是当时 当然每一届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那他变成是反映的 但是如果大家回想回看 董建华初初上任的时候 他推出这个8万5千建口 然后他推出这个数码行 那这些都是很积极的 一个很主动的出去 但是他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差不多他第一届 就是那五年差不多来 就是说差不多和香港的地产界 就是咬售瓜 因为他似乎就遭遇到的 就是地产界那方面的不合作 或者是 譬如说数码港批了地 但是他就拿出来炒地皮 而不是说真的去发展到数码港 然后8万5千 也都别人说他是老懵懂 这个可以说是 回顾回来说 如果当年真的每年8万5千的话 我们香港加的楼房的情况 就不会像加的那样 不会有所谓加现时那些 这样的擠逼的情况 这些龙屋那些 可能就未必一定出现了 不过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董建华是真的 这方面是比较着重民生的 Kent 你是怎么看 之前两位嘉宾都是 董建华是较为亲和力比较高 你又怎么看 你问到就是25年 那么多位特首 哪个印象最深刻 可以说50年不变 到现在 刚刚一半 25年 最深刻当然是林郑月娥 过去这五年 可以说是非常多事件发生 但是我想如果你想把香港真的在一国两制下做好一些政策 那我还是要说董建华 他作为第一任香港特首 可以说就是都推出很多的改革 那这些改革呢 其实呢 例如我们说这个教育改革 他提出了 武语教学 他提出这个中约港 发展经济 发展一些新的动向 当然你看到中约港和这个数码港 做了出来 其实这些计划都成功不了的 但是你另外呢 你会看他也改了一些民生的政策 例如我们说的八万五 提出了 另外就是 强制公积金 也是他那时候提出要搞的 那你会见董建华 其实呢 在港英时期 那么多年的 九十九年以来 香港的发展 他想做一套 是用中国人接手的政策去改的 那你教育呢 其实他一改武语教学呢 其实令到香港的教育呢 那个 去到一个断层了 那你见二十年后 二十五年后 我们见到 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学生 其实现在给他们所 今天 当然 香港有很多大学 大专 一些叫做 叫做 Diploma 副学士 那其实你见到这些改革呢 令到教育和我们以前的水准呢 其实有一些和世界接轨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 如果你说很仔细的分析呢 我们要很多时间 但是如果你再看呢 经过这么多的特首 其实 那个受中央的影响呢 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你见到林郑月娥 和曾荫权 一个很短暂的一届 多一些 和梁振英 那你见呢 受中央的影响 和那个 对香港人的改革加速呢 是很快的 所以你去到见到 林郑月娥呢 推出一些公安的条例 推出一些改革的条例呢 其实是完全忽略了香港人的反应 感谢Kent 我们也问一问Wallace 我们其实看回各国的特首 可以见到民意支持度 去评论一下他们 我们见到 由董建华开始 到曾荫权上升了一阵 之后 似乎每一个特首的民意支持 就可以说每方月下 Wallace 怎样看不同特首的民意支持度 是否真的可以反映出 其实他在做这个特首的工作上面 其实是否做得好呢 其实呢 我觉得去评价一个特首 都挺困难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到底那个特首 他所推出来的政策 究竟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思 还是其实中央政府是想他推出来 又这么说 就是那个政策 是中央政府想他推出来 他推出来的手法 有多少是他的特首自己决定到 有多少是可能中央是想他 他用那个手法来推出来 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 不过我想可以这么说 在过去的25年来说 似乎我们见到有一个趋势 都是可能中央政府 某些方面都是想 香港是更加融入国家 那这样东西我想就很自然 就会造成有一个反弹 就是因为在回归的初期 基本上就是说很多东西 都尽量是保持回 从回归前的情况 就是大致上是不移动他的 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来说 我们的确看到有很多的改变 或者有很多的引进 一些新的元素进来 这样 所以这件事我想 也会有很多的市民 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你说 是不是纯粹 那个特首他自己的意思 是不是 那个民意可以 可以就是说 那个特首做成什么 但是我想 其实民意是反映了 一些市民对于那些政策 哪怕那些政策 可能是特首的 就是将政府又想摆下来的 的一种反应 Kenneth 你又怎么看呢 是否可以利用民意支持度 去评解一个特首呢 我觉得民意支持度 可以作为一个反映 但是真正 那个特首 他自己的表现 是不是在那里决定呢 我相信 就未必一定的 那如果纯粹看回民意那里呢 他就上到去 就是曾荫权那里 就是曾荫权那里 少少高了 跟着梁振英 林郑那里呢 就一直跌下去 那这个也都跟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他们面对那些挑战 似乎 一直是由内部 转到去外部 就是譬如董建华的时候 我刚才提过呢 他第一届的五年呢 其实就和我们自己 香港里面的地产界的人 拗手挂的 那然后呢 就去到他第二届的一半 那一半呢 他做了半届 那就是第二届 那就是他呢 就开始就搞所谓这个政改 那然后就 不是说太成功了 那然后呢 就到曾荫权的时候呢 那就发觉他 就是有面对很多其他的问题 就是譬如四川民村地震 那我们香港的民间捐款 就以数十亿计 那这样 然后接着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那时候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差不多就是说 香港人对于中国的 那个 那个感受呢 是可能差不多去到最高点 那接着呢 我自己觉得回落 就是从马尼拉事件 就是发明港人 被枪手劫持死了 又七零受伤 那些问题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就一直跟着呢 就要面对外面 就是譬如说 去到梁振英的时候呢 就开始 就是譬如说 有佔中的问题 那就 普选 普选的问题 2014年的佔中 那之后 2016年的鱼蛋革命 那一路就是 她面对那个对手呢 其实就不是说 只是我们自己的香港人了 那去到林郑就更加清楚了 就是 就是 2019年的 那个 反送中层楼街 这段事件呢 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 有很多外国的势力 是滲了进来 变成她不是面对了 只是香港的问题 而是面对外面的 那所以 在这些情况之下呢 那个 人民的支持度 或者她那个 对于她的有所改变 我相信是绝对不是出奇的 Kent 你是怎么看呢 你同不同意的Kentiff呢 就是说 其实似乎 那个支持度 或者他们执政的时候 可能和外界 或者内部的不同的 发生的事情 是有关的 你怎么看呢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人民和外国交往 我们说 有时候去哪个 欧洲做商业 做展示 做卖 做买卖 展览 其实这些都是外国勾结 来的 但问题就是 这些是经济往来 那问题是 香港人是不是很讲政治呢 其实香港人不讲政治 以我们的成长 在香港成长 以我们的交往 香港人真的不想讲政治 那如果你说 在25年 香港人 那个 你说对特首的认同 刚才Kentiff说了一点 就是说 说北京奥运 其实香港人是非常古墓的 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 只要你的政策和民生有关 香港人是很乐意去接受的 但是你的政改 答应了香港人可以接受民意 而特首和管治班子 是违反民意去推出一些 例如你说公职金 董建华已经逃出了 问题那些呢 其实就是 管理费很贵 投资回报很低 所以你看到那些 其实那个系统是做得不好 令到香港人对政策反感 接着你就是 漠视一些民意 那我想说有一件事就是说 中央 怎样去影响特首呢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 当林郑推出这个涉嫌犯送中 这些检控条例呢 俗称我们说送中条例呢 搞到是一百万人上街 二百万人上街 跟着催泪烟 跟着这个橡胶子弹 去镇压人民示威 那最奇怪就是说 驻英国的中国大使 跟BBC说话 林郑所作所为 不关中央事 所以大家都拖头 是否林郑自己背了呢 她是不是这么大的胆子 是推出这么严格的一些政策呢 所以这个对香港人 如何认同将来 如何去对政策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样 好 谢谢三位嘉宾 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 第二节回来继续讨论一下 香港未来发展的问题 回到时事平台 在我身边 继续有时事评论员陈芯田 时事评论员何錦升 和董达成在我身边 刚刚在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探讨了在过去不同的特首 一些公寓过 但当然要提到林郑月娥 7月1日就刚刚下任了 也有先问问Wallace 有人说到林郑月娥似乎是一个千古罪人 似乎她失去了很多港人支持的特首 但她亦受到西方各国 特别是美国为首的制裁 您是怎样看中央如何去看林郑月娥这任的特首 您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看林郑月娥初初上任的时候 都有一段蜜月期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 当时有一个比较争议性的题目 就是这个一地两检 但当时林郑月娥的政府 都可以说很顺利 就是过了关的 我想可能正正是这个原因 就变成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决定 或者是一个意思 就想尝试引进这个修例风波 修例的情况 这件事当然就是触发了 很大很大的社会的矛盾 也有很大的社会运动出来 但是你说 在这方面 我想香港有很多人是不满林郑月娥 当然可能也有些人支持她的 但是你说今次 在这个修例风波来说 中间政府是不是真的 觉得林郑月娥做得很差呢?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其实在修例风波来说 除了林郑月娥 其实李家超也是有一个角色在这里 就是当时他是保安局长 甚至去到美后的时候 因为涉及到社会运动的时候 当然跟保安局都有关系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李家超是做了新任的特首 所以我某程度上觉得 其实中间政府在修例风波这件事上 就不是说觉得林郑政府是做得很差的 如果不是都不会是任用这个李家超 我反而觉得林郑月娥可能在中间政府 眼中做得不好的是抗疫 就变成了觉得抗疫做得不太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 反而可能是换人的原因 但是说到 当然因为修例风波或者抗疫 都引来社会有很多人 很多的不满怨气 所以林郑为什么是受到这么多的批评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Kenneth 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林郑月娥在中央的看法 究竟是一个外象还是一个气象 我们看到中央政府 其实是见到修例风波 但也是成功地因此而引入国安法 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中央对于林郑月娥的做事方法 又是怎么看的 我自己觉得林郑月娥似乎是一个挺硬朗的人 但是我如果要批评她 我就觉得她是容人不当 譬如她有很多她自己找回来的所谓班底 似乎在过去那几年来说 都看不到她做事 譬如大家都知道 譬如郑月娥 整个事件 在那几年来说 她可以忍一遍 潜水都可以 看不到她 有人说她在暗中慢慢做事 但在这些情况下 一个高官来说 不应该是这样的 另外就是陈兆茨 陈兆茨也是很受诟病的 她用陈兆茨 很多问题似乎都没有解决到 包括了一万元捉一只老鼠 这些情况 这就是还来 另外就是 我觉得她可能少少是干壁自容 可能她也挺自视挺高的 而中央政府我觉得 就是说 在同一个界别来说 中央似乎一直是由得她去做 虽然我自己觉得 中央对她来说 其实也有很多不满的地方 但是既然她是一届 亦都坑人治港 一国两制 仍然是坚持维持了她 继续是一路做做到她满任为止 我相信这个来说 林郑就加下 其实落任 可能林郑自己本身也松了一口气 虽然她是一个松了颜朗的人 我相信她受的压力也都 真的一定不少 成绩来说 我自己就觉得 不是她可以说 她的经验中可以拿得到 因为大家都从世界大局来看 就是说 其实是 美国和中国在争战的时候 香港成为所谓的香港牌 这不是林郑在她自己的范围之中 可以应付得到的 所以我相信她是相当的货 Ken董你怎么看 林郑月娥是什么悲哀的人 其实我们看到 究竟她是不是受到中央重用 还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尤其是末任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建制派的人士 都不是特别支持她 你怎么看 很不幸 林郑前一生都很顺利 所以她以为自己很棒 甚至所有人都说她很棒 但面对一个这么大真正的挑战 她没有办法洒出一些才能去解决她 那么你见她这一届 我相信她的班子 其实已经有能力的人 都会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好做的功夫 当曾荫权也可以坐牢的一个特首 你会知道这些位置 可以说 我用一个简单的用词 就是死位来的 你怎么做都死 你说这些官员 你说做得好不好 是否可以胜任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共的手法 其实官员是一个棋子 她是要执行的任务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是证明了 所以叻与不叻 重点不大 只要你执行任务就可以了 林郑很明显 过去的在任就是做了这个功夫 你说用完了 我们说用完了就丢 这些很明显就已经见到 因为两边都骂到林郑不是人 即是无论是建制也好 泛民也好 泛民也好 没错 你见到这些位置 有没有人愿意做呢 但是问题就是 李家超下一届 我会看到 李家超是一个负生上症的 林郑在她 我们说 Wallace也分析得很好 就是说 她是否因为疫情处理不当 而下台呢 其实两样都是 Wallace你怎么看 Kenton已经说到 下任或现任的特首李家超 你怎么看 李家超未来几年的任职 究竟他将要推行什么政策 香港会见到什么发展呢 Wallace 如果我们看看李家超 他是一个纪律部队出身 我相信 来近一届的特区政府 就会以效率 为所谓最重要的一件事 无论是房屋政策方面 或者很多不同的政策 以效率为主 最重要的是 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做到那件事出来 其实李家超他自己也说了 以目标 以目标那件事最重要 所以过去来说 其实特区政府很说一些 所谓的咨询 甚至制衡 我相信 来近一届的政府 多数是会比较 要快些 去将政策通过 Kenton 剩下一点时间 亦都给你总结一下 我们看到李家超现在上任 亦都可以说是以武官出身 不如也说一下 现在50年不变 过了25年 过了一半 你又如何看 未来的5年 和未来的25年 香港又是如何发展 我相信 现在的前途 可以说是明朗了一些 因为有了国安法 同时也知道了 一条路基本上要怎么走 以及有什么地方要避 我自己觉得 23条的立法 我估计 很快会做 做了这件事 另外 新的方面 我相信 主要就是建屋 因为能够有多些人 有楼 可以上楼 这是香港人的一个愿望 另外就是说 在整个过程之中 包括了过去那几年的风暴 还有再加上疫情的话 香港的经济 其实都是百费代改的 希望在这方面 尼家超 是踏实一些 能够引进多一些 新的经贸的安排 这个配合 譬如大湾区的发展 我相信是有得做的 问题就是 现在的班底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 已经调了 我们要看他能不能够 找到一些适合的人 有能力的人 做到每一件事 能够用人为裁 我相信如果他能够做到这点 我相信应该做得好 林郑 谢谢Kenev 多谢今天三位嘉宾 和大家一起分析了 香港的过去 和香港的未来发展 观众对今集时事平台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留言 我们下周同样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